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辉思话说的频道 我是辉 今天我想向各位介绍24节气中的立秋 喜欢我的频道请帮我订阅 按赞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谢谢 立秋是农历24节气中的第43个节气 当太阳到达黄金135度时 一般在每年的8月7日至8月9日 今年的立秋为8月7日 为秋季的第一个节气 立秋从文字上来看 秋字是由和与火字所组成 是和谷成熟的意思 到了立秋 梧桐树开始落叶 所以有一叶落而知秋的一说 表示过热的夏季即将过去 秋季即将来临 秋季是由天气热转凉 这有凉转寒的转折性季节 台湾属于富乐带高压气候 此时实际气候与节气的名称会不一致 俗燕 立秋之日凉风至 意思是说 立秋是凉爽季节的开始 然而由于立秋时 夜晚虽然凉爽 但白天星人人高 所以有秋老虎之称 秋老虎是民间对一种天气现象的称呼 如果立秋当天不下雨 之后的24天的天气都会很热 秉升为秋天的天气酷热 如果立秋当天下雨 即使是小雨 则称为顺秋 民间有一种俗燕 一场秋雨一场寒 意思是说 立秋开始下雨过后 天气就开始转凉 大暑过后 下去秋来 秋季的开始 与立秋为准 农民们敢在立秋前 完成插秧的工作 若尚未完成 稻作则生长不佳 而无收成 因为二期稻作成长末期 若遭遇到低温 将会影响到稻谷的成长 而降低收获量 秋高早期插柜 看天吃饭的农民们 一起敢在立秋前 完成插秧的工作 因为再晚一些 农作物可能就生育不良 难以收成 立秋节气的到来 对于农民们有着重要的意义 秋收冬场意味着一起到作收获的时节 当天的天气 可以用来预测农作物的收成 像是立秋晴一日 农夫不用立 表示当天天气气候如果晴朗 必定风调雨顺 农市不会有旱灾和水灾的发生 台湾东部花冬种谷 在立秋时 为金针花盛开的时期 满山满谷的金黄花朵在翠绿山野中 特别彰显着截然不同的风景 加上纯朴的小木屋坐落其中 有种仿佛回到天原般的生活 大家不妨可以抽空去参观一下哦 在古代 古人将立秋分为三后 以后凉风至 此时夏季的热风 已转变为秋季的凉风 二后白入深 在早晨时 人们会在户外看到有雾气的产生 三后寒蝉冥 是指秋天感应而冥的寒蝉 也开始冥叫 寒蝉开始冥叫时 天气开始变冷 寒蝉之于秋天 就犹如布骨鸟之于夏天 都是大自然生物反应季节的象征 最后要介绍的是台湾的谚雨 六月秋快溜溜 如果丽秋这一天是在农历的六月 则渔民们的作业期会比较早结束 如果丽秋是在西月 则天气会持续稳定 今年的捕鱼季节就会比较长 而丽民们的收获也会相对提高 雷打秋 年冬高地半收 滴滴水漂流 丽秋时若打雷 中二期到座则会欠收 丽秋季雷全台皆是 一天若雨一天凉 丽秋后若开始下雨 则气后会逐渐变冷 丽秋无雨最堪忧 万物从来只欠收 丽秋日如果不下雨 则作物收成不佳 七月雷声七纷飞 七月打雷就会刮起东北季风 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今天的丽秋就介绍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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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